美军印太司令提名人帕帕罗一号出席美国参议院军委会的提名听证会 台海局势则是会中最重要的讨论一题 帕帕罗是现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去年获得总统拜登提名 解体即将退役的现任印太司令阿基里诺 帕帕罗指出全球六成的人口和经济都集中在印太地区 而民主与价值观更是连接人民生活繁荣的枢纽 因此美国要做好备战工作特别冲突发生 帕帕罗也表示他在与台湾的军队讨论时有看到台湾更加注重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也看到台湾在国防上的投资包括延长兵役等等展现出人民的抵抗和战斗意志 新唐两家电视只见李李一红总和报道 好 好 嗯